感觉办懂不懂你就来上课 系统的学一遍 好好的拍照片 我给你指导 告诉你 把你这些疑惑 把你这些东西解开 是技术基础不行啊 理论基础不行啊 摄影观念不行啊 拍摄的经验不行啊 脑子不清醒 怎么能把这摄影学会呢 你现在脑子里面都是杂乱的碎片知识 它对你的摄影实践没有指导作用 因为对一个人的行为有指导作用的是 系统的基础知识和清晰的观念 正确的方法 你现在就是问问自己 你是不是想把摄影学会 第二呢 你问问 你觉得赵老师能不能值得信任 你是不是认为赵老师能把你带到摄影里面去 如果这两个确定了 你再加第三个 你愿不愿花点钱 在古代的时候 说一个人想找个老师 想拜访老师 那去拜访一次 那你不拎点肉 带点米 你能进老师的门吗 这是最起码的尊重 对不对 你花钱学习 是对老师的知识的最起码的尊重 对老师的 人的最起码的尊重 对不对 想好好学 花钱 花时间 有认真的态度 跟着我学就行了 你看 现在像我在这儿啊 只是现在呢 现在是有网络了 我在这儿实际上 不就相当于是一个老师 坐在他自己的院子里面 只是呢 我这个院子门呢 是开着的 谁想进都可以 你们进来呢 啥也不用拿 往那一坐 就来听讲了 这都已经是 白产便宜的好事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就说 如果说你真的想学习了 想当我的学生 你就花点钱 而且我那课真的不贵 和你学到的东西比 真的不贵 你连个镜头的灵头都不够 但是你学到的摄影知识 可是能让你一辈子 对摄影有认识的呀 学完算摄影师嘛 学完了 你至少具备了一个摄影师 该有的基础知识 摄影师呢 是指在 是指熟练运用摄影的人 你现在是这样啊 你跟我学摄影 你不要 以跟各种什么摄影教程啊 摄影学习班 学摄影去比较 他们那些教你学摄影呢 学什么套路 比如说实操教学是什么呢 就是告诉你拍一个人像 怎么怎么拍 你会学一些套路 但是我的课呢 是给你讲原理 你懂了原理之后呢 你去实拍 你就知道 为什么要那么拍 你知道它的原理是什么 你在实践当中 会总结自己的拍摄经验 会形成自己的拍摄风格 所以在这儿是这样啊 听我的课 不能以 不能以 其他的那些摄影教程 什么摄影学习班 以那种东西作为参照 什么实操教学 我这儿给你讲完原理 你看完了课以后 你自己去实操 自己去拍 有问题问我 我告诉你问题出在哪 如果是你自己不愿意解决问题的话 我要告诉你 你不会成为一个好的摄影师 好的摄影师都是有系统的基础知识 清醒的摄影观念 以及实践的能力 尤其是从实践当中进行学习 形成自己的拍摄经验 形成自己的摄影风格 我已经把成为一个好摄影师的方法 路径都告诉你了 那些什么实操教学 什么搞的那些套路 搞来搞去 为什么现在好摄影师这么少啊 拿相机的人这么多 有创造力的人这么少 都是在模仿 为什么 你想超越他们 你要在开始 从对摄影的认知上 学摄影的方法上 做摄影的信心上面 在摄影上付出的劳动上面 你就要超越他们 你不要指望说跟从 随着大六跟从 你就能成为什么什么样的 你在那永远是在 跟从的角色 被收割的角色 好吗 下定决心就来学习 准备好时间 把你的态度摆正 踏踏实实的学 认可摄影就是要花时间 花功夫的 但是呢 有正确的方法 有老师带着你 你有这个信心 你就去做 就完了 基础课不是15次 是15节 重点讲哪些方面 讲所有摄影的基础知识和基础观念 这个事还是这样 你不要再想 赵老师讲什么了 有没有实操啊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啊 都不要去想了 你现在就想 你是不是想跟我学摄影 你是不是想学会摄影 这两个确定了吧 你愿不愿花钱 好了 那就来 不要再问这些东西了 还偏重思想修想 还偏重基础 没有什么偏不偏重的 你不解决技术 技术 你的思想修养能落地儿吗 摄影只解决一部分问题 你可以靠摄影 去慢慢的提高你的思想修养 但是你得先懂摄影 还有 你觉得 如果说你觉得 在赵老师这 能提高你的思想修养 你能在学习群里面 经常跟赵老师沟通 来提高你的思想修养 你就来不就完了吗 你指望着几节课 一两本书 就提高你的思想修养 这 对吧 不是这么个道理 光听课是不够的 在群里面的交流和学习 是一个长期的 为什么很多人学摄影 听完课还是一头雾水呢 因为没有老师带着你 就那些摄影课程什么呢 都是给你扔一些套路 扔一点东西 你死经被 行了吧 你好像学会了 你上了手以后 马上你就能把照片拍得 有点模样了 但是我告诉你 仍然不会摄影 你仍然不理解摄影是什么 所以我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我是一个真正的 真诚的在对待摄影的人 而且我是 一生都在做摄影实践的人 包括现在我也是在思考摄影 你看我给大家解读摄影家 摄影大师 那是我真的再去分析他的作品 再理解摄影 然后再讲给大家 有心的人一看我讲的东西就知道了 对 最害人的就是套路 但是套路最容易啊 而且不断的会有人上套路的当 就是什么 像急于求成 你总想快的学啊 就学了一点东西 马上就要有结果 这是你学习态度的问题 就是你不知道学一个东西呢 实际上是要踏踏实实的 扎扎实实的 把它当成一个学问去学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的课程 第一课就在讲学摄影的态度 你态度不正确的话 你不树立正确态度 你是学不会摄影的 你就是拿摄影当游戏 当所谓一些技巧去学 怎么用相机 怎么用摄影技巧 用摄影套路 那你是学不会摄影的 你以这样的心态 是没有办法学会摄影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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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